哼 再来 一路摸爬滚打的到了目标地点 江远等人已是一身泥泞 原本近20人的队伍 也拉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体力好身体状有经验的几个人 先骑到了现场 剩下背着装备的 以及体力不足的 还落在后面 江远不用被装备 就拿一根拐杖和自己喝的水 走在第一集团 他的身体还算不错 但更主要的还是怕现场被破坏 再走不动 也只能给自己鼓劲 相比之下 穆志阳就比他强多了 他挨过枪子的腿是专门复健过的 这一年以来 又特意强化训练了 背着江远的勘察箱 走得环比江远稳当 时不时的更是道次前方帮忙劈砍树枝树叶 走在最前面的是从平江某武警队请来的队员以及当地向导 武警队员共六人 且带两只长枪 既是防着山里的野兽 也防着山里可能出现的人 坠车现场就在盘山公路的下方 从下往上看 是不算雄奇的石山 中间还有些缓坡 有一些营养不良的树木在生长 总高有百十米的样子 听着好像不太厉害 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 城市里最常见的33层或34层高层住宅 总高就是100米而已 新线的盘山公路 就修在数十米到百十米的高度 蜿蜒盘旋 不停地爬坡和下坡 在没有直升飞机的情况下 这个高度的上下都很困难 但山边仍然是有小路的 人机罕至 道路艰险的意思 还是有人经过的 勉强称之为路的小径也还是存在的 就像曾经的乌龙山野人暗时一样 此处还不是原始森林 只是次生林长得貌且密 偶尔经过的猎人和采药人 既从大山中索取 也维护着小路的存在 从天而降的卡车 也因此被利用了起来 一块铁片就被树起来用于挡风了 下面点了篝火 将铁片烧得乌漆麻黑的 当日如果有尸体一起坠下来 路过的猎人或采药人 又或者某些闲得无聊的旅游或徒步足看到了 肯定会选择报警 但要是没有尸体只有车 即使报警了 派出所只会粗略地做个记录而已 只望着几个民警跋涉几个小时过来看一眼 弄清楚车辆的牌照什么的 也是不现实的 直接套衣服吧 喜事喜不干净了 平江省厅也派了一名专家来 年龄和刘景辉差不多 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主导权 江远听之认之 这个级别的省厅刑侦专家 基本都得是LV3以上的 痕检这种大类更是不会弱 所以也不用担心坏事 至于谁能发现痕迹 既是能力也是运气 江远跟着做事也是一样的 互相之间并不会影响 应了一声 稍微洗下手脸 江远就在现场将防护服给套上了 里面的衣服是呼呼的 又是泥又是水的 外面再套一个密不透气的防护服 可以说是极其难受了 不过 痕检都受得了 法医又怕什么 只要没有湿水 那就阿弥陀佛了 平江省厅的痕检专家赵敬也不含糊 三下五除二的穿戴整齐 又大略分配了一下各自检查的区域范围 就开始工作了起来 江远分配到的有二十多平米 其中有一部分的驾驶室 算是第二重要的区域 第一重要的区域包含有更多的驾驶室 江远没吭声 算是给赵敬面子 不过 他回头肯定是要将驾驶室的部分 重新擦一遍的 到时候赵敬要觉得没面子 他同样不在乎 几名做现场勘查的准备妥当 就开始上阵实操了 在此期间 两名刑警拿起摄像头 早已经拍摄拍照了两轮了 顺便将停起来的车牌 先拍后擦 再拍再擦 多亏了车牌上的两个数字 勉强漏了出来 否则 今次的排查 真的榨干了石亭县的经费 慕智阳也是套上了防护服 戴上口罩头套和脚套 拎着勘查箱子 跟着江远一步一驱的走 车辆残骸基本已被植物所覆盖 也就是靠近石山的缘故 树木长得不茂盛 但藤蔓小树荆棘薅草之类的 长得是一点都不少 江远从最外面起步 举起砍刀 先剥开草丛 就见里面有黑漆漆的金属以及 两只窜跑的蜈蚣 在同两下 将薄薄一层略腐烂的草叶扫开 又见一只甲壳虫呆头呆脑的 连跑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 旁边还有小蚂蚁在光明正大的试探 还不如湿水呢 江远叹口气 湿水会臭吧 木质阳皱眉 如果真的遇到湿水了 肯定怀念这里了 江远深吸一口气 戴着口罩呢 其实也闻不到太多的东西 再者 出来一天了 大自然的味道也不觉得好闻了 平江的专家赵静听到笑了笑 每次遇到不好的现场 就会觉得以前的不好的现场也没那么糟糕了是吗 一山更比一山糟了 不过 就这么个糟糕现场 都得来不易了 江远吐槽两句 就回归知足常乐了 木质阳挺身而出 将对 虫子要收起来吗 收几只吧 刚开始 江远道 于是木质阳开始抓虫子 这东西不用学历 也不要资格证书 但能不能抓得到虫子 真的算能力 木质阳就戴着手套 成功抓捕了多只包括蜈蚣在内的虫子 丢进了瓶子里 有点羊骨的意思 没事吧 木质阳摇摇瓶子 这几只没事 毕竟不是从尸体上扒拉出来的虫子 要求也没那么严格 要是每种虫子都分门别类的弄出来 再拿回去研究 这种森林场景就不用做别的事情了 木质阳帮着江远一起砍树拔草 抓虫赶舌的 忙得不亦乐乎 延后一个小时左右 第二集团更多的民警抵达了现场 高亮度的勘察灯竖了起来 加后保暖的帐篷也立了起来 卡斯鲁嘟嘟的烧起了水 走了大半天的路了 这么大面积 这么复杂的现场 今天肯定是勘察不完的 再者 近20号人要吃喝拉撒 装备用完了也需要清洗消毒 若是没有这些 那就像是江远当日去乌龙山一样 单人做最简单的现场勘察 只寻找和提取最重要的物证 他能够找到前面的线刊遗漏的证据 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至于现在 大家就可以找得细致一些了 另外 也可以发挥出更接近极限的个人实力了 这一点 赵静很快就达成了 他在一块疑似驾驶面板的残骸里 很艰难的提取到了一枚模糊的指纹 以及三枚残缺的指纹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方面 主要由汉字等方式留下的汉前指纹是看不到的 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显影 另一方面 自然环境太好的地方 指纹存活的概率就低 微生物会破坏汉前指纹上的有机值 从而影响到指纹的表现 赵静在平江省厅工作 遇到过多起类似的现场 也因此练就了鲜熟的处理手法 这也是他主动指挥其他人的底气之一 在赵静看来 技术是非常需要积累的东西 年轻人可能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跟有经验的老手相比 经验的东西是天赋无法覆盖的 有些东西有些情况 你没见过的就是没见过的 别人见过的 可能曾经用几天 几周 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时间思考过 练习过 从而形成了成熟的解决方案 纯靠天赋和基本技术的年轻人能有什么 能够用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将老人积累的东西都继承过去 就算很厉害了 赵静自觉是很厉害的那个人 他也是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积累了大量的技术方案于己身 在巴拉出第一组的指纹以后 赵静明显感觉轻松一些了 他也没有继续做下去 留好了证据 又拍照和标注以后 就小心的从现场区域里退了出来 第一时间解开了口罩 喘了几口气 再将刚取的指纹拿去归档 现场取到的各种证物 青的虫的 细碎细裂的也堆了一地 几名武警战士和几名年轻民警化身人形平地机 在稍远一点的坡上辟了一片地 算是工作和工作区域 赵静在iPad上签了字 抬头看看高耸入云的山崖 取了瓶水 边拧边问 其他几名横检勘查的怎么样了 登记证物的民警道 都还在做 主要是歇车上的零件 将对提了20多个指纹和DNA过来 还有一只墨镜腿 扑 赵静一口水就喷了出来 谢谢大家 好